打开小程序项目下面的config 跟你的api.js 这里我们可以先添加 并且导出一个评论资源的 那个接口的地址 名字可以是 api route comments 地址呢是wp-vr-comments 然后再打开内容页面的 这个逻辑文件 在文件的顶部 先导入需要用的 那个评论的一个接口的地址 添加一个api route comments 页面加载以后 会调用unload的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请求 当前这个内容 所需要的所有的评论资源 现在页面上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方法 名字叫做get comments 它可以接受一个post id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值 应该就是内容的那个id号 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下wxrequest 对我们的后端服务提供的 那个评论资源的接口 去发出一个请求 配置一下请求的url 就是请求的地址 api base 后面再加上一个api route comments 再添加一个post的参数 对应的值就是这个方法 接收的那个post id这个参数的值 然后再把下滑线embed 设置成true 请求成功会调用success这个方法 得到的响应 我们可以叫它response 暂时我们先把它输出到 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 然后找到页面的unload的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 this的get comments这个方法 设置一下内容的id号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上面定义的这个id来表示 回到开发生工具 我们再去预览一下 内容页面在显示以后 会调用unload的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用了页面上的get comments 去请求内容的那个评论的资源 成功以后 在控制台上面会输出得到的响应 响应里面的data属性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当前显示的这个内容上面的所有的评论资源